普遍住在北區的人 完全是現在開始覺得有舒緩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突然之間去做一件完全無厘頭的事 那為甚麼呢 上面看起來很明顯你有目的 你根本不是反水客 你覺得目的是甚麼 分裂 我也想問一下 你反水客和英國國旗有甚麼關係 我到今天都沒有人解釋給我聽 你反水客 你反水貨客 反水貨客你要打香港人 因為10個水貨客有6個香港人來的 他又不是 他基本上針對內地人給人的印象 就是內地人都不是真的反水貨客 再加上拿著英國旗 我到現在真的不明白英國旗和水貨有甚麼關係 但你現在看到譬如 那上面看 你有甚麼訊息 你掛羊頭賣狗肉 你掛著反水貨的名去賣分裂國家的肉 這個就是我感受到 在上面聽 不過他不知道有多少人是這樣 上面聽是這樣 如果談談之間 你的意見 你有沒有告訴中央的領導人 你的看法 你認不認同 這個反水貨客其實都是等於分裂呢 國家想有這個心態 我是認同的 你認同 我是跟我說話的人說 我到現在都不明白 他拿著英國旗做甚麼 你反水貨就反水貨 你拿著英國旗做甚麼 含意很明顯 是聲東擊西說另一件事 為甚麼我們的遊行期間會有一些英國旗 首先我們舉辦的光復行動 我們不會主動提議示威者去帶英國旗 而示威者自己去帶英國旗 例如出名少許 有一個叫美國隊長的示威者 他基本上所有場合 他都是帶英國旗 甚至他去法庭聲援 他都是拿著英國旗出來的 但是我覺得拿英國旗出來是不要緊的 因為他一定有他的原因才拿出來 例如是甚麼呢 他會不會其實是懷念英籍時期 政府管治是比起現在主權移交之後的梁振英政府 又或者過往這麼多年的政府 是理性很多 是正常很多 因為主權移交了18年了 大家看到的就是這18年來 香港人自己的身份好像越來越低 而中國人的身份好像越來越高 為甚麼 因為好像未有限奶令推出之前 奶粉在北區基本上是全部都是被一些大陸遊客 是搶購了 而香港人只不過是希望自己可以買回自己的奶粉 但是香港政府當時都是不民不理 直至是去到有一個叫做光復上水站的活動 出現當時都是十分之激烈 我相信大家都記得 最後香港政府才讓步 就是被人看到 喂 這18年來 這個香港政府都不是一個香港人的政府 好像英籍時期那個政府 更加是為香港人多些 所以有人去懷緬當時英籍時期的管治 其實絕對都不出奇